好 跟大家再回来欣赏 那今年度的欧洲羽毛球领标赛这一场女单的决赛 是有两位欧洲的选手来进行这一场决赛 那但欧洲领标赛都应该是欧洲选手 不过呢 那有一些国家呢 他们现在也有一些前中国选手 那像一号种子呢 就是皮红艳 那另外呢 四号种子呢 就是姚茧 不过两位选手呢 也先后呢 在八强 还有在四强比赛是出局了 好 不错 那边界呢 Jillian Shen 在往前的刚才假动作的回放 这阶段呢 得出三分的领先优势 好 不错 好 这球呢 拉开之后呢 有机会呢 再正守卫 再调一个重复的线路 好 这球再度调一个 Jillian Shen 的阵守卫 而在这边的环节呢 Jillian Shen 是比较弱的一个部位 10比12 而在这次进击过程里头呢 Tina Rosamson 是没有失过任何的一局 都是只落两局的 对手来到这一场局的 那在Jillian Shen 来说 在这场比赛的概念 她呢 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 那相比较上呢 她的飞速波性失误 又会比 Tina Rosamson 要少了很多 就是她自己的失误 要少了很多 好 那又是Tina Rosamson 自己的失误 那看起来呢 Jillian Shen 大部分她的分数呢 都是Tina Rosamson 她的15分 14比10 那两本的下压之后呢 那凡守卫再往前一个平推 哦 判断的失误 这拳刚好落在界内 16 11 16 11 那在这个阶段呢 Rosamson明显的打起来 就有点乱了 好 那看见Rosamson刚才呢 压住了Jillian Shen 那刚才这一板球 明显就反拍过度后 不过后再来看看 好 这个很快的在接发球里头呢 就推了Jillian Shen 她反手后场 那比对方呢 在分手位过度的高球呢 出了一个半东场球 好 往前控制做得很好 听到Rosamson 嗯 我这一次看见了Jillian Shen 就有回应 而且呢 这个对角线拉得很开 好 正守卫这个阶调 挑回后场之后呢 那Rosamson想要 一时间一板下压 不过这一次呢Jillian Shen有准备 这个揭发球 又是一个点压对角线 打了Jillian Shen一个措手不抵 13比17 那毕竟呢 体型高打Jillian Shen 在Tina Rosamson 所以他点压的球呢 都是非常紧 好 回了后场 这一次呢 能够落在界线内 好 平压一个队角线 这个平高球是做的指令相好 14 17 好 这球呢 有点是去了平衡了 Jillian Shen 有点呢 在节奏方面 是跟不上又想要 强的 这个节奏 新压制对方的情况下呢 刚才就有点 着急的视觉平衡 好 明显呢 在这个 反守卫 那时候赢的分数呢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落差 那当然 在身高方面呢 毕竟呢 Rosamson是 占到一点优势 所以说 相对来说 跑动这个范围也会比较少 所用的步也会比较少 你看Jillian Shen呢 就很被动了 刚才又是正式为这个阶调球呢 没有来 没有赶得及 好 明显呢 这一分 在拉开之后呢 Jillian Shen又是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好 又是压了一个直线的平高后 中球 那令Jillian Shen又是来不及的情况下呢 刚才这个头的对角呢 就是比较勉强 哦 不错 好 很耐心 Jillian Shen 刚才呢 连续几板的下 突然之间呢 拼掉这个对角线 那也是 让Rosamson呢 是有点 意料之外 还带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Jillian Shen是8比17 可惜的 在往前这球呢 要求比较高 想要放比较贴网的情况下 出现了失误 看这球呢 已经抢到高点位 但想要放得比较贴网 出现失误 嗯 出现了 蛮可惜的 那意识呢 已经出现了 刚才这球呢 想要拉开对方的线 这球呢 突然性 很强 不过刚刚出现 哦 蛮可惜的 好 想要两板下压 来拉开防守的Rosamson 好 现在Rosamson来到地区的局点 后来居上了 哦 蛮可惜的 球很漂亮 刚才呢 再往前想要 多一个对角线 刚刚出现而已 好 Jillian Shen是 出了一个局点 好 不错 好 Tina Rosamson 再往前 再回放之后呢 看见 他也顺利的 以21比19 那地区的比赛 那时候来去上海 取得 这一局的胜利 那曾经呢 12比17落后的 Tina Rosamson 21比19 先拿下地区